电影《15年的谎言》持续拍摄中 今天的拍摄内容围绕原毕小婷成员尼诺展开 加奈出色地还原了当年尼诺的风采 那时尼诺总是笑容满面 被称为笑容尼诺 拥有众多单腿粉丝 然而 在爱加入毕小婷后 尼诺的光芒立刻暗淡了下来 不仅粉丝接连转推 就连一直对她爱之深泽之切的队友高峰 也和爱越走越近 并且对爱用的还是老套路说辞 没有疯疯你真是什么都做不到 这样下去是嫁不出去的 脸长得这么漂亮 忍气也这么高 那就别连属于我的东西也都抢走了 就这样 这一阶段的拍摄 蔡尼诺嫉妒的采词中结束 而作为故事原型的尼诺和高峰二人 今天也来到了拍摄现场 如今的高峰已经当了妈妈 但性格和当年似乎没太大区别 她笑嘻嘻地表示 原来自己之前是这个样子 并且是说 自己虽然确实会对大家指指点点 但都是出于百分之百的爱意 随后态度强硬地询问身后的尼诺 是这样吧 并斥责她不要站那么远 过来好好站直一点 前尼诺与曾经一样 唯唯诺诺诺地走过来后 又笑着表示 腾让迟音这种大美女演自己 可真是荣幸 看着两位性格和过去如出一辙的前辈 眉目也不禁感慨了起来 盘眼憧憬地感谢他们特地跑来参观 高峰也大方地自嘲说 刺激和尼诺不过是两个擅自跑来打扰的大事 根本不值一提 看着相谈甚欢的二人 阿奎亚询问路比 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 毕竟路比和眉目一样 都是毕小挺的铁杆粉丝 路比则回答说 招呼刚刚已经打过了 自己虽然喜欢毕小挺 但也没有狂热到人人都推的地步 并坦言 她对这两个元老成员没什么兴趣 换作是眉眉或者Q胖来的话 倒是会很激动 并被阿奎亚吐槽 说得太直白了 医生你也是知道的吧 妈妈和毕小挺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趁因如此 才会写出那样的剧本吧 路比一脸严肃地说着 阿奎亚则没有回答 同一时间 加奈正与自己的角色原型 尼诺坐在一起 加奈想问尼诺一些问题 作为自己表演的参考 还告诉尼诺 演高峰的吃音 在投入角色方面的评价很高 自己不想输给她 尼诺问加奈和吃音是对手这类的关系吗 加奈则别扭地表示 大概是有点这样的感觉 听闻此言 尼诺不禁感慨这样挺好的 还说当初的毕小挺并没有这样的关系 因为谁都无法成为爱的竞争对手 虽说占了爱的光 他家的曝光率水涨船高 各自也都用自己的方式努力 但即使如此 那种感觉依然很难受 听到这里 加奈想起了在偶像事业上越走越远的路比 随后与尼诺共情了起来 坦言自己明白这种感觉 并询问尼诺之前是不是讨厌爱 尼诺则强装从容 和和一笑 说他也知道爱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 明明那么忙碌 却一句怨言都没有 一直持续完成着高强度的工作 这种情况根本没办法嫉妒他 随后语气骤变 当然不可能吧 说实话 我确实很讨厌他 一直想着 要是他从世上消失就好了 甚至还当面对他这么说过 拜托 你去死吧 结果 他还真的就这么死掉了 尼诺痛苦地说着 泪水顺着脸颊 滴在了他颤抖的手上 他坦言 坦见是自己始终无法忘记 因为他一直记得 当自己用恶毒的言语 攻击爱的时候 还依旧试图去爱他 偏偏是这样 我还是 尼诺越说越哽咽 就在此时 路比朝他走了过来 询问尼诺你后悔了吗 见尼诺没有回答 便凑到了他的面前 没事的 我已经不在意了哦 尼诺叫 开玩笑的啦 路比模仿着母亲 安慰尼诺 却不料此举 令尼诺的表情 变得异常恐怖 他颤抖着 发出音森的笑声 以空洞的眼神 看向路比 凭自言自语的念叨 可然一点都不一样 真正的爱 是不会说这种话的 如果是真正的爱 一定会如我期盼的那样 对我说 你有说过这种话吗 他才不会因为 我的话语受伤 甚至都不会 一一去记住那些事情 因为那孩子是最强的 胡迪的偶像大人 太好了 你确实只是冒牌货呢 尼诺边说 边朝片场外走去 千字情景的加奈 被吓得够呛 恐慌地对路比吐槽 这个人精神 是不是有点不稳定 我接下来 非得去援他不可吗 路比则看着尼诺 离去的背影 若有所思 离开片场后 尼诺接了一个电话 并告诉电话里的人 路比和爱确实不一样 果然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从今往后 再也不会出现第二个他 这下我也真的安心了 毕竟如果真有能 超越爱的人存在 就算是他的女儿 也绝对不能允许 不是吗 没错吧 沈母光先生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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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